我們要如何讓窗簾的質感看起來更好 其實如果無座落地窗的話 其實你要把窗簾的布料 我們在選擇客廳的一撒一布的時候 我們會把沙的質選得比較好 為什麼呢? 嗨大家好,我是張欣 今天是有問有答單元 今天要聊什麼? 聊窗簾 窗簾其實在住家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氛圍因素 也不能想氛圍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功能性 那窗簾呢 其實在很後面我們才會思考到 因為一開始跟設計師在談你的裝修前住家的時候 通常幾乎好像在刷完漆之後 才會去思考到窗簾這件事情 你要用什麼 或許你可能在3D圖裡面 看到有一些是畫布窗簾 可是最後呢 你可能又改了白裂窗 但是呢 這一些很重要 它是要在一開始做設計的時候 就要先被思考在裡面 那窗簾種類這麼多 我們應該要怎麼挑呢? 我們都會一一替大家來解答 在影片開始之前 幫我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接著 來聊我們的主題 市面上的窗簾種類有哪一些? 第一個我們談到就是布簾 就是我們想到 喔!就是窗簾 用布做的窗簾 不做布簾 對啦! 布窗簾呢 這裡面其實就有很多挑選性嘛 因為它會有 牽涉到柔軟度啊 垂綴感啊 花色 甚至布的一些肌理跟質感 都會影響到 營造風格的這種方向 那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遮光效果比較好 然後它的材質紋路呢 也是選擇最多的 在每一個空間的調性 譬如說你的家裡可能比較人文 你可能選一些布的感覺 是肌理比較粗的 根據你的顏色來做挑選 然後選一個適合搭在你空間的樣子 那布簾呢 其實它又分為 蛇行簾 傳統簾 跟羅馬簾 蛇行簾是什麼意思你知道 就是它的布的 出來的窗簾是非常理解的 所以它要加的布料量 是比較多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會建議 你找你的窗簾廠商來做一個 完整的計算品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 你可以單裝布簾 你也可以單裝沙簾 如果說假設你的空間 它不需要具有太多遮光性 我只需要一個窗沙的垂墜 增加空間的柔軟度 讓外面隱隱隱隱隱 可以看見的時候 你可以整個沙簾 比如說我們正常看的沙簾 是這樣子很柔嘛 前面如果你有布簾搭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種層次感 像有一些 房間它不需要太多的這種遮光效果 你可以用像這樣子的 來做像小朋友的房間啊 或者一些比較 下午茶空間啊 都可以用像這樣子的感覺來做 第三個呢 講到一部一窗紗 這一般就是大家常見的啦 那有時候我們在客廳想要呈現一個空間的層次感 或者是說 我希望平常白天的時候 我只放窗沙 可以擋住部分的陽光 然後我又希望空間有柔軟感 明亮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一窗一步 來呈現空間的樣子 特別就是說 如果你在晚上 假設你不希望別人看進來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把布 全部拉起來 所以呢 你可以在客廳裝的時候 是一窗一步 那房間呢 你可以單單組裝布簾 第四個我們談到就是風情 也就是風潮臉 這樣的臉 它其實會用在比較偏 現代俐落的空間 那有時候 你不喜歡太多布料 你也可以做這個選擇 那它的調整方式會有很多 它可以完全停留在某一個區段 或者是說 欸 我只想要中間這一段被遮住 上下兩個地方 還是想要陽光露進來 它可以上下 你可以自由的調整 那這一種臉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調整進光量 然後它可以 我遮光的效果 然後它還有一些 隔音隔熱的效果 然後它還有一些隔音隔熱的效果 接下來就談到 就是第五個 我們很常用百葉窗 欸 百葉窗其實是不是 只有木質百葉 它分很多種 比如說早期它會有一種百葉 就是 它不是有一種框的 它其實就是那種 木片型的百葉 然後你可能要用繩子去拉 然後它可以這樣子調整 然後它也可以全部往上拉 那還有一種就是 鋁百葉 假設你的窗簾預算上 它沒有到很高的時候 或者一些過渡空間 我們也很常用鋁百葉去裝飾它的效果 像有一些比較現代的空間也都會用鋁百葉 只是說它在質地上是鋁的感覺 所以在溫暖度的話 它其實是另外一種氛圍了 那另外一個呢 其實木百葉就是我們現在常用的 它可能是用這種框架型的 然後它是硬挺的木百葉 它可以做門片式的 然後它也是摺疊門 它有各種的形式 然後現在還有可以把木百葉做電動盒 那木百葉的話它擦拭就非常簡單 你可能打開 你葉片上下翻動去做擦拭就可以 但是呢 因為它呈現風格 木百葉一下去 那個風格就會 非常強化了 所以就是 當你要選擇木百葉的時候 你可能要回歸到說 我的空間的呈現 想要什麼樣的風格 我選這樣子的百葉是不是最適合 第六格就是調光蓮 我們講也叫斑馬蓮 其實它就是會有 顏色是深淺深淺 然後它經過就是你繩索拉動的時候 它的光會直接這樣子變換 空間的那種光的那種利落變換 其實是比較輕巧的 而且也很好安裝 而且它其實是重量也很輕 算是一個蠻多人使用的材質 因為它的挑選性跟回味空間其實蠻直接的 像有一些比較簡單的北歐風 或者是現代感 即便像我們的美式空間也蠻常選用這樣的臉 第七個是捲簾 啊捲簾說到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最常用的就是捲簾 像我們一般假設在廁所空間 它可能不是在私區的時候 那捲簾其實是它是最常被安裝的一個素材 它可以整捲捲到上方去 那它所佔的那個空間比重其實是小的 那它捲簾就分成透光啊折光 就是當你捲簾全部拉下來的時候 它可以完全擋住外面來的光線 那我們希望柔軟度在增加的時候 我外面可以再掛一層布的窗簾增加柔軟度 再來我們講到電動窗簾 它其實不外乎就是在這個窗簾上方安裝那個電動馬達 我會建議就是你可以去商店請商家幫你做介紹 怎麼樣電動簾的方式是最適合你 那哪一些窗簾可以做電動 我們剛提到一步一煞啊包含百頁 包含這些調光啊捲簾它都可以 那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這種開啟方式 有的是那種遼控器 那有些是你可以安裝在牆壁上的面板 那當然這個呢它也可以結合你的智能居家 譬如說我設定早上幾點起床的時候 它窗簾自己會打開 那其實電動捲簾它很適合用在 當你的窗的面積是比較多的時候 你不需要一躺一躺的去打開 你可以這樣子做選擇 如果像大家都會問說 我的房間有攜曬怎麼辦 我要怎麼用窗簾來做選擇 其實我們在攜曬房間 我們都還是建議用布的窗簾 布的窗簾其實我們後面都會增加一個遮光布的做法 因為加遮光布的話它可以保障窗簾面料的壽命性 你在做窗簾的時候要先知道說 你到底多怕光的人 我到底是完全不見光 還是是說我可以有一點點 在安裝這種布窗簾的時候 你的上下左右呢 其實都要做得足夠 因為有的人他可能在落地的部分 他窗簾的垂墜就是他貼近地板的地面 離得太開 那當你窗簾關起來白天的時候 光就容易跑出來 包含上方也是 那怎麼知道說我到底適合哪種窗簾 第一個呢一定要是適合你的居家成員 其實每一個人他對雨光的感受跟這種過敏 他是不一樣的 過你有過敏就盡量不考量 是所謂的布窗簾 可能如果你不是定期親的人 他上面會沾了一些灰塵 就會建議你才能選擇 像百葉啊挑光簾或捲簾這一類的產品 他會比較適合因為好心理 第二個呢我們會談到遮光性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幾乎是裝窗簾大家都會談到的一點 因為有的人可能他在睡眠即便到晚上 他可能會有一些夜間的譬如說 或者是說 車子開過去的這些燈這些光影 他可能會進到房間來 那有些人是完全不能接受像這種燈光的這種閃爍 所以呢我們就會建議說 那你就使用完全遮光的窗簾 再來一個就是考量居家風格 那這個我覺得是絕大多數人都會這樣選擇 因為你可能在房間的時候 我們會選的是比較所謂實用性嘛 就是可能這光效果或好不好清潔嘛 但是你在所謂的公共空間裡 窗簾的布齁 他其實已經代表油漆色的面積了 所以我們在選擇窗簾的時候 一定會跟你的牆壁色啊 你的家具的顏色全部是搭在一起的 像我們有一些書房空間 或者是個人的那種工作空間 有時候我們窗簾也會故意拉這種比較重的顏色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那種窗簾的質地跟感覺要求是不一樣 窗簾一下去就是它可以改變非常多的氛圍跟那種裂性 那我們家裡一定會有一些那種小窗嘛 小小的 然後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溫馨的角落 我們也可以選用像剛剛這種沙簾 然後它是有像這種很可愛的布料 然後它可能可以做到一些像波浪的感覺 去呈現這種比較柔軟的空間的裂性 比較有肌理的紋路 像這一類的 它有一些點點 但是它看上去它會是整個色塊 它也可以讓它看起來的那種感覺是比較活潑有層次的 那再來就是考量清潔性 剛剛前面有講到像你們用的一些捲簾或者是說白葉 它可能就是你自己平常做擦拭的方式就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牽得到布料的時候 你可以請窗簾廠商這裡有固定清潔的來幫你做拆卸清洗 或者現在會有一些這種居家的電器設備 它可以就是把那個吸塵器拉高去把一些布料全部吸一遍 但是其實還是要看我們自己有沒有情況去打理這些窗簾 那在裝潢的什麼時候可以挑窗簾 什麼階段可以挑窗簾 應該是講說你在設計期就要先決定你的窗簾樣式 也就是說你想要捲簾木百葉或者是你這邊要雙層簾 為什麼 因為它跟你在流木工的鋼鐵盒的深度是有關係的 當中包含電動捲簾 水電都要先預留線路 因為到底我的那個馬達要預留在窗簾的這一側還是這一側 所以你一定要在設計前期先決定好 你可能要裝哪一個方向的窗簾 那什麼時候可以挑選窗簾的顏色 它可以在我們的木工接近流期交界這個階段 利用空間選色的時間 比如說我牆壁想要這個顏色 我想要搭什麼窗簾 它會在這個時候一起做選擇跟搭配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有一定要做窗簾盒嗎 其實不一定 因為要看每個人對於那個風格的選擇 像我自己本身就沒有窗簾盒 是因為我希望就是空間可能在窗簾的呈現 不需要那麼整齊 所以它會有很多形式 就像IKEA它有很多那種穿管式的那種窗簾 或者窗簾店也有 這個其實都會根據說 欸你空間想要呈現什麼風格 而來做選擇 所以要不要窗簾盒其實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決定要用窗簾盒的時候 你要先知道大多數以布的形式為主嘛 那你如果單層布 你至少窗簾盒要留到15公分 但是如果你是用到蛇形黏身 雙層喔 你可能預留的空間需要25 35甚至到40 因為你要看你的布料量 跟你選的布料的那種厚度跟硬體的程度 來決定這個窗簾盒的空間大小 我們要如何讓窗簾的質感看起來更好 其實如果你做落地窗的話 其實你要把窗簾的布料加寬 加長 讓空間看起來有這種調高的氣勢感 所以你會覺得 欸這整盤窗的質感看起來都對 因為比例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第二個呢 其實就是你挑選布料的時候 你希望這一盤窗它的柔軟度夠 所以你挑選布料的時候就要注意 像我想要這個窗看起來有質感 垂墜感更好的時候 你的布料挑就不能太硬體 你要挑那種柔軟 甚至有濕滑度的那一種窗簾 所以它看起來的那種呈現味道 就會更有高級感 第三個呢 其實就是你的布料量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選擇 這個窗簾布的時候 我可能省一點布料 然後我可能窗簾大概有做就行了 可是因為你知道它窗簾漂亮 是在它這樣打折的那種曲子 那個線那個彎曲 可是如果你的布料量算得不夠的時候 做起來因為它沒有這種曲面嘛 幾乎是有點點拉平的狀態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像一塊布掛上去 那當然是沒有質感的 另外一個小提示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選擇 客廳的一沙一步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沙的值選得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通常窗簾幾乎是長時間是打開的 就是它會被退到兩邊的 所以通常我們在客廳窗沙選擇的時候 我們會讓窗沙的值垂墜感各方面是最好的 接著呢我們來看窗簾的實際案例 這個案例呢是因為它的整體空間變得比較現代一點 因為它都是灰階的空間 這個時候窗簾呢如果你選擇太厭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看起來太過強眼 你需要窗簾看起來有質感 你可以選擇我剛剛講的有一些編織機裡的 遠遠看起來它是灰色的底料 可是你近看的時候它的窗簾質感本身呢是好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案例呢很明顯就是窗簾當主角 當時呢在跟屋主討論這個案例的時候 它其實非常喜歡這一塊孔雀型的窗簾 我們選擇它來當主角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其它的空間的色系也是純粹的飽和色 但不會再給空間過多的色彩讓它去壓過窗簾 另外呢就是算是我們常常用的這個叫做 我把它稱之為叫串滑子的做法 也就是說我把兩塊窗簾布呢是串在一起的 然後它其實是有紫色系或者是分成三段的顏色 中間拉了一個黃色系像小孩房的時候 你就可以拉一些比較活潑的色系在裡面 再來這個窗簾布的做法很特殊 它是一個滾邊的做法 它就像是穿衣服的時候我們的袖子邊緣啊 褲腳邊緣做了一個折線的滾邊 它可能換了一個跳色 像這個案例呢窗簾是灰色為基底 前緣跟底下地方呢 我們在另外車上紅色的布 讓它帶有一種勾邊感 然後來回饋空間這種食材的華麗度 它也是一種搭設的技巧 在這一個做法呢 其實跟前面的做法很相似 就是我們在窗簾的前段 多加了一塊不同顏色的布料 讓它看起來有輕重感 好像裡面有窗紗 其實沒有 它像是一個三成四的感覺 它其實是同一個布簾 然後車了不同的顏色 讓它前面看起來像是綁斷帶一樣的味道 好這個案例是羅馬簾 那有時候我們在一些我們講什麼西部牛仔風 什麼櫻倫風 我們常常會選擇這種 類似像格子的這一種窗簾的感覺 它就會整體的風味 可以做到那種比較偏國外風格的程度 再來就是羅馬簾的波浪紗 這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有一些紗呢 其實你把它抓起來變成波浪狀 然後你不要讓它太規則 太規則的時候它就會很像很早期的窗簾布 就是那種波浪很硬 那像這種波浪紗呢 其實它抓的地方其實是故意在兩側 那它看起來是比較自然的 你可以選擇一些有紋路的紗 或者是比較柔軟的 有一些那種網狀的紗 它都可以把它做成這種味道 白葉的部分呢 其實是我們最常用的 因為其實它在清理真的也蠻方便 而且它在回饋空間風格的時候也蠻直接的 那白葉的它的選擇很多 其實也有那種黑色啊白色啊灰色 它甚至有一些木紋感的 其實你都可以做選擇 那因為白葉呢 當你往上翻的時候 它可以做大量的遮光 可是呢 在白葉的縫縫裡面 它還是會偷光 你可以加裝白葉以後 再另外裝一層布連 讓空間可以是完全遮光 那你會發現 這個白葉就是坐在窩塌上 然後你看它家的布呢 就是上面是重色下面是淺色 讓上面呢 其實它有一個比較重的視覺弱點 然後這個呢其實就是我們前面講到的 拉繩木百葉 那拉繩木百葉呢 其實就是如果說你想要裝百葉 而預算沒有那麼足夠的狀態下 你就可以選擇拉繩木百葉 另外一個就是捲簾跟布簾 那通常呢 我們像這個案例是因為它的窗塘其實是很多 那我們在捲簾的部分 用的是電動捲簾 那假設因為在所謂的公共空間 你不需要太多的遮光量的時候 我只是想要布在空間裡呈現一種柔軟的味道 這個時候你的布量不需要計算到那麼多 我們其實真正的功能性其實是在電動捲簾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百葉跟沙 那這個案例呢 其實就是偏向小孩房的方式居多 然後呢它其實大量是百葉 然後我們又希望說 在空間有一些比較柔軟的味道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用的不是布囉 因為它沒有所謂的一定需要遮光 我們這個時候其實是選沙的方式 讓空間增加一些活潑感 像有些我們需要在空間裡多一點變化 或者是希望空間有一點點華麗度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讓窗是混合實用 譬如說我的客廳空間 它可能有兩大堂的窗戶 可能是落地窗 可能是落地窗跟半窗 這個時候我可以用混搭的方式 有一部分用百葉 一部分用窗簾 如果你全部百葉的時候 它看起來空間又會很硬 它想要的華麗感就沒有了 那我們可以選擇是不同的搭法 有些百葉有些窗簾 這個時候你可以在空間裡 運用窗簾的方式製造一些空間的層次 再來介紹是調光簾 那調光簾你會看到它會有一些深淺深淺 透光遮光透光遮光的部分 那你利用拉繩的這些 讓窗簾有律動感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你的光要進來多少 它可以利用拉繩調光的方式 讓空間的光是具有變化性的 今天呢看完這個窗簾的介紹 有沒有覺得細節滿滿 你一定沒有覺得細節滿滿 你會覺得說啊到底要多少錢 我跟你說 因為窗簾布的選擇實在太多了 因為它有分可能國產布 進口布 各類的這種布啊花紋都不一樣 甚至你可能想要花 有一些些你知道跳色 或者是車縫的感覺不一樣 它的價格真的是落差很大 我真的建議呢這個價格這一塊 還是要請專業窗簾廠商來做介紹 那因為我們公司呢有專屬的家 是部門來做 替屋主做 顏色調選 短妝窗簾的搭配 沒有發現我今天拍攝的場景不一樣 對 我們在哪裏 家是護人拍 那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店面 超多材料 剛進來我都興奮了 那今天呢我的窗簾的影片 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你喜歡呢 請在底下幫我留言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影片開始之前 幫我開啟訂閱按下小鈴鐺 不是嗎 按下鈴鐺 喔 然後怎麼樣 好啊 好